大热天吃上一口西瓜 暑气全消 不过切西瓜时 传统一片一片的切法 切的过程不但容易粘手 而且速度也不能十分的快 这你们说紧字型的切法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紧字型切法 横的直的 交错几刀就能轻松的切开 不过底部不容易切到 容易残留瓜肉 至于进化型的斜紧字切法 从圆下到处斜向切开 更能减少底部瓜肉的残留 只有正下方没办法起来 其他就可以一块一块下来 所以它能够挖到的地方就更多了 对 还有更厉害的三角切法 沿着剖面方向斜斜划下 再切掉瓜皮 只要四刀将果皮果肉完全分离 像这样四分之一大的西瓜 老板说只要四刀就可以将它的果肉分了一个干干净净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实际来试试 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才发现 斜向的切法需要刀工技巧 记者第一次实切 可能是由于刀工不熟练的关系 相似度只有大概老板的七成左右 不过相信只要多加练习 大家都可以切得很好 如果没有西瓜刀 要怎么用水果刀来切西瓜 专家透露 秘诀就是用食指跟大拇指扣住刀身 其余三指握刀柄 既能掌握力道 刀身也不会歪斜 网络上甚至还有快速切西瓜的工具 不过这些切西瓜的方式 有的不是太费工就是太花俏 专家提醒 要是一昧的追求花式切法 最后可能反而失去了大口吃西瓜的乐趣 记得神聪明皇宠六兵台中运林报道